聖師父文藝信一文 賺美主 我們一起度使道相經 我信上天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天的獨生子 恩著聖靈成仁 由同精女馬里亞所生 則本鋁 彼拉多 bowling手下受難 被定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 江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兒宮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聚德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阿們。 主,我們以敬拜贈美來到你的面前,我願意,我求你去討論你的恩典,臨到我們身上。 主,我們要去尋求你,我們要去尋求你的回應。 我們願意將我們的事情,我們的財務,我們的問題,我們的疾病,我們都去到你的面前,去到較低。 主,我們要求你幫助我們,在我們在這些重擔的裏面,生命困難的裏面,叫我們能夠跨城,得自由。 主,我們在你裏面經歷自由,經歷喜樂。 主,我們願意以你的名,去高舉,願意我們將讚美,呈到他們的面前。 我願意去聽你的說話,求你充滿我們,願意你的話語,以你的能力,去到充滿我們。 主,我們再讚美你,奉耶穌基督名,求阿們。大家請坐。 請坐。 今天我們會看《使徒信經》十三章。 我們來看《使徒信經》十三章。 我們來看《使徒信經》十三章。 我們一起讀。 他們是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羅,去作我照他們所作的功。 於是禁食討告,按守在他們的頭上,就打發他們去戀。 當我們去看《使徒信經》十三章的時候, 我们看到教会的典范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如何发生 而这个教会就是安提摩教会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经历大复兴 而当时有耶路撒冷的教会诞生 耶路撒冷的复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 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 及后这个大复兴开始的时候 及后也有迫害发生 因为这个迫白非常之严重 这个严重性驱使很多人去散开 人可以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去寻求其他的地方可以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 耶路撒冷的复兴是一个基督教界的信仰中心 安提摩教会成为基督教界的信仰中心 第一点很想去分享就是成熟的安提摩教会 安提摩教会的教会 安提摩教会 他的發展也影響整個教會界 不論你是外邦人 不論你是老弟 不論你是猶太人 不論你是一個猶太人 不論你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這些人就聚在一起 在當中沒有任何的歧視 當你去看第十三章的一節的時候這樣描述 在安提我的教會還有幾位先知和教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李傑的西眠 古內人怒求雨昏風之鑊起律 同樣的馬連並掃浪 當你去看你這個經節的時候 你要得外的 小心 首先我們要看看名字 巴拿巴 這個人物 我們認識他很多 然後提到西面 有路靠 这个路靠是离子的名字 其实是离子希列文的 当你回到自己的源头的时候 其实它解作一个黑人 黑人是会被看下来的 看下来的 被看下来的 这个人是一个黑人的奴隶 当你去看名字 不单止名字 你看他们来自非洲 而当你去看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人物 他们去代替耶稣去什么事 你也会看到马廉这个名字 马廉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人 然后你会看到马廉 他就是一个王族的家庭 然后你会看到马廉 马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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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廉和沙烏 你会看到马廉 他跟马廉的解释 当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马廉 他跟昏风之王希律在一起 他在一起 你会看到马廉的解释 这个希律是分风之王希律 这句话是说,和这个玛丽是没有一个兄弟的绝缘,但是他们却有一切的时候 自言语里的古墨 它是柔一个名买'是Sinstrな Scarlet and the wordS Arthur is in English like Nanny. The name is protect of the babies. 这里的纪律就是玛廉和希律一起成长 而很特别之处就是希律就是 这个是耶稣去审判耶稣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 而当中希律和玛廉 虽然他们一起成长 他们有分别的不同的生命 玛廉就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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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廉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玛廉就成为一个在第一世纪教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玛廉和强爱的,这 same 玛廉和强爱的,玛廉和强爱的 玛廉和强爱的主动者 玛廉和强爱的主动者 玛廉和强爱的人 而你知道這個迫害的其中一個主要人物就是蘇羅 那意思是安提歐教會竟然向安提歐教會 他們去接受保羅這個人 他們願意去作為一個迫害者 那裏的安提歐教會的人願意去原諒 寬恕訴諾 保羅 建議去接納他作為當時的一個領袖 當時的保羅 蘇羅去做了一些可怕的迫害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八章一節 從此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 帶粗逼白 除了使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善馬利亞各處 保羅是離開了耶路撒冷 所有的基督徒都刪開 去到安提歐教會 原諒當時的安提歐教會就接受 蘇羅作為領袖 我們看使徒行傳的八章二十六節 走著了 走著了就帶他到安提歐去 他們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會 一同聚集 教訓了去拖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歐教起手 這裏講的貪門就是巴拿巴和蘇羅 他們就一起 和教會一起 安提歐教會 當時 安提歐教會 他們會有一個很有名的名字 叫做基督徒 這些門徒開始稱為基督徒 因為當時的人、難以接受蘇羅 作為領袖 第二點安提國教會的事 安提國教會的頂位是在很多宣教裡面的前線 他們有很多的禱告 有很多的禱食 很多韓式的禱食 就是飲水 不是一種西式的禱食 我們不是禱食巧克力 或者禱食咖啡 不是禱食的禱食 是用純飲水的方式 史羅漢傳的十三章二至三節 他們侍奉主禱食的士有聖靈書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蘇羅 去作我 照他們所作的功 於是禁食禱告 按手在他們頭上 就打發他們 再說 《三節三節二世》 《中文書》 《徒徒説禱聖十三節日》 《聖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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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節那裏就說 為何要禁食呢? 聖靈就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蘇羅去做我照他們所作的功 於是他們要禁食祖國 按手在他們頭上就丹佛他們去 他們去猜派巴拿巴拿去和蘇羅去宣教 這是一次猜遣宣教士的源頭 這是猜派的源頭 這是在基督教界第一次猜遣的時候 當蘇羅去遇見耶穌的時候 他就改了名為保羅 事實上其實是錯的 我們看到轉變 以為在第九章 其實是第十三章 他用了蘇羅這個名字很久 他用了蘇羅這個名字很久 他用了這個名字很久 他用了這個名字很久 他遇見耶穌 但是他的名字在改變的時候 是在十三章裏面 蘇羅本身這個名字就是一個很像大人物的用的名字 但是他更生了之後 他就叫保羅 保羅是一個很謙卑的名字 很多人都以為他見到耶穌之後就改名字 其實不是這樣的 保羅是一個很謙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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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司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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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蘇羅這個名字,為什麼是和大人什麼的名字呢? 可能就是因為以前蘇羅用過的名字 可能這些人就會有這個名字的概念 保羅他改名字不是因為見到耶穌 而他改保羅的名字是因為他的呼召 並不是因為耶穌 到第三章我們會看 他從第三章 他和太佛 他就有聘人耶穌 他那是大利人的主義 他可以約至於是為了天皇 他和太佛 這裏是講的第十三節就是耶穌的手加載向蘇勒身上 當時雖然耶穌是很想阿蘇勒去傳福音 但是同時他有阻止他去傳福音音樂 為什麼呢?我們就去看第十三節 我們一起動現在主的手加載你相上你要核眼 暫且不見日光他的眼睛 納派分暗暗四下女球人在著手令他 這件事之後呢當時有一些管理人去到呢? 去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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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蘇勒的名字就不再用了 就用寶洛了 我們看這十三章九節 我看這十三章九節 一個是希臘的名字 一個是猶太的名字 譬如馬可和約翰 馬可和約翰 馬可是一個的羅馬 是來自羅馬的 至一漢是猶太的名字 而當時保羅不再想用猶太人的名字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為甚麼他不用猶太的名字呢? 雖然他是猶太人 但他不用 因為他知道他的呼召 他的呼召是為著外邦人 因此他就不再用猶太的名字 蘇勒這個名字 蘇勒是一個猶太的名字 猶太人的名字 其實目的是為了傳福音給外邦人 當如果你有一個很強烈的思想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更新 他去改名 並不是因為他不想成為他原生的國籍 而是因為他想傳福音 所以他才去更新他的名字 他願意去跟隨他的呼召 整個人生去跟隨他的呼召 當我們去認識耶穌和耶穌相應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建成了甚麼模樣呢? 我們需要去檢視一下我們的生命 我們改變了些甚麼呢? 更新了些甚麼呢? 我願意透過司徒行著十三章 你可以再看一次 蘇勒去改變的時候 他先改了個名字 他是根據些甚麼而改呢? 他在生命中有兩個轉變 第一就是見到耶穌的時候 他生命的轉變 第二就是他去到被猜去宣教的時候 他也是生命去改變了更新了 所以他有兩次更新 因此我透過這個人物的時候 你今天的呼召是甚麼? 你的生命更新了是甚麼? 建議你們去史上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主我多謝你 你是滿有恩典的一身 主我求求你幫助我們 願意我們在清神裏 去記得起你自己的話語 求求你去聽我們今天 去你獻成的祷告 求求你而能力去加給我們 道過奉主命求阿門 我們以主討文結束 阿門在天上的父母 人都主要你的明慰性 願你的國光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阿門日漁的飲食 今次給阿門免阿門的祭 如同阿門免燎人的祭 你叫我朋友見事 祷告安門天理空學 恩惠國鬥團兵 永耀全是你的職告永遠 阿門 請回到今天的崇拜通告 為了爺爺子妹討告 他們在腫瘤 在癌症中 在搏鬥中 他們在肺癌中 有一種癌症 已經去醫好了 很久已剩下肺癌 為了美瑩去吐告 為了肝腫瘤去吐告 我求我們一起叫做三聲一起祈禱 假吐告 我會這麼說